腾讯体育8月1日选拒发媒巴黎人报消息,巴黎郑日尔曼PSG在拥有的拉克斯雷和特拉普两位德国国教的前提下,德国教头图赫尔还想继续扩充PSG德国包, PSG方面已与杰罗姆·伯埃腾在合同的个人桥款达成一致,只待与巴黎人谈伯埃腾的转会费了。 据悉,PSG竞技总监恩里克从新加坡被回巴黎,上周六他与伯埃腾经纪人在巴黎的一家餐馆会面, 巴黎人董事会主席鲁梅尼格也证实了伯埃腾正在和PSG接触,但是鲁梅尼格表示,巴黎人去了不和PSG还没有任何形式的接触。 巴黎人在伯埃腾转会问题,尚始终秉持开放性原则,伯埃腾在世界杯前就表达,想出去看看迎接新的挑战, 巴黎人始终开绿灯,PSG线帅图克尔非常欣赏伯埃腾的全面性,在防线伯埃腾大中卫是首选,可以和蒂亚哥、希尔瓦、马基尼奥斯形成轮换,另外伯埃腾是左后卫出身,他可以和库尔扎瓦形成轮换,而埃尔卫斯最早是二月回归,必要的时候,伯埃腾还能顶记莫尼耶代旧后卫, 另外,如果图克尔打三中卫阵型伯埃腾也不会陌生,伯埃腾扎拉直较半人期间就打过三中卫阵型,伯埃腾效益半人和汉堡期间,有241场得奖经验,作为后卫他打入4球助攻16次,经常能在球队破加无力是空线远舍和金准中常传,伯埃腾还打过64场欧怪联赛,打入3球6送助攻, 伯埃腾在欧战赛场进球不多,但都是远舍、凌空抽射等精彩破门,伯埃腾就约才满30岁,转换市场为其估价4500万欧元, 巴黎人保称,伯埃腾与伯埃腾都合同签的2021年夏天,但球员本人无论如何,也想在今夏转会。 在半人,伯埃腾与鲁梅宁格的关系僵化,因为鲁梅宁格在2014年德国拿到世界杯冠军,后,指责伯埃腾太孤狂了, 售出球队的当家中卫,拜仁方面,一定不会贱卖,他们很可能为伯埃腾标价5000万欧元,就看PSA方面能否接受这样的标价了。 牛牛肥安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谢谢大家。